另外还要来看到 就是台北市在昨天下了一场大雷雨 也造成各地都淹水 那么其中呢 在北市第一座公办都根的斯文守善社宅 就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小型瀑布 那么管委会呢 就赶快自制所谓的DIY接水塑胶盘 但是呢 怎么样也挡不住月水 真的是漏得太多了 从大厅的柜台啦 到中控室呢 都一直在淹水 而且一路淹到了地下室 管委会第一时间赶快堆起了沙包 保护住户的包裹 不过呢 住户真的好无奈 直呼说这完工一年多来 真的是问题不断 每逢大雨就淹水 让他们不堪其扰 雨哗啦哗啦的落下 就像喷泉一般地下室的停车场 出现了水帘洞 这不是室内的景观瀑布 而是北市斯文守善社宅 10号下午台北市这场大雷雨 降得又快又急 导致这里大淹水 这边淹那边漏 沿着黑色的水管 稀里哗啦地落下来 位置就临近停放在一旁的小客车 索性漏水范围比较广的 车主早已抢先一步 把车给移走了 因为这早已不是第一回 为了防止淹水 斯文守善的官网会是特别自制了蓝色塑胶的接水盘 在这边接水 让这个水可以沿着水管一路的接到下水到这边来 但是还是有住户反应 每逢下雨避淹水 就是水很大的卸下来吧 从进来到现在就已经是这样子了 他们应该没有弄好 昨天是很多人在这边清 我昨天晚上七点多回来的时候 很多人在清 甚至用吸尘器在吸 他的品质真的做得了 他昨天带到设宅之后 哇 地下室这么恐怖 住户很无言 因为这里是柯市府任内 第一个公办督庚的设宅 才交互一年四个月 淹水问题就修了一年 依旧还没修好 范围之大从管委会的柜台 蔓延到中控室 再淹到地下室 让官委会第一时间紧急拿沙包堵住 依旧防不胜防 这边很多 然后赶快移到那边去 然后这里的包裹 然后赶快移到那边去这样子 然后水那边整个淹了 无漏偏逢连夜雨传出灾情的 还有这里 因为大雨导致明轮设宅的电梯故障 三台电梯坏了两台 一整栋两百二十轴户的住户 一整晚只能爬楼梯上下 不管这个问题在哪一个任内发生 我们就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已经企图发局 就设置来所有的问题 做一个全面的提前 厘清责任归属之余 工程品质是否有疏失 民众只想知道 究竟谁才能解决 不堪其扰的漏水问题 华视新闻张学彭万林 台北采访报道 哈喽我是蓝亚 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